《竹琴娱乐圈》 如今娱乐圈越来越发达 帅哥美女被出 人人都有着一张好看的脸 可是如果只看五官的话 大家都是好看的 可是除了外貌之外 还有很多人 有着别人没有的气质和风情 这就很难得了 从很多年前 在国内著名网站中 就流传着四位男女行中堪称逆绝的容貌 四人分别是 霍建华 钟汉良 颜宽 乔振宇 如今霍建华世界稳定 和周全拍了一部大制作的如意传 不知道还能不能播出 钟汉良演了口图大作 被大家全瞧至今 乔振宇结婚当了父亲之后 生活幸福美满 据说还要参加新宗古董局中局的拍摄 而除了这三位之外 颜宽的新闻一直很少 更是有一段时间沉寂许久 不过作为一名演员 颜宽是很合格的 据说 颜宽在拍摄一场脚型架上受尽阳光的制衡 还被行刑者用提便便吃的戏时 主动要求工作人员将自己地支吊着 为了表现出角色当时徘徊再生 死边缘 急进崩溃的状态 三小时后 被解放的颜宽手腕却很明显 连为他补状的化妆助理 都认不住红眼睛 而剧组工作人员 也戏车颜宽为戏疯子 为戏不管不顾 而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美男脸 却经常在电视剧中被人调戏 不论什么角色中 似乎都有颜宽被调戏的戏份 更是有人发现每次被调戏时 几乎都是被摸下巴 各种摸下巴 也是非常搞笑了 可是 对于颜宽在网络中的称呼 据说当他本人知道后 还非常排斥 甚至曾把微博说过 主动退出这种称号 之后 颜宽还在微博上 说起有关自己的一件绯闻时 直接称网友是变态 造谣一张嘴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虽然之后 颜宽迅速删除了该微博 可能是怕言语不当造成的恶劣影响 但是还是被网友吐槽为行商太低 不过 对于演员来说 颜宽戏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想要评委美男对他们来说 大概也不是 什么值得一说的事 可是对于颜宽 这样一张公认的美男长相来说 一直不温不火的 也是很奇怪了 没错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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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